大家好,我是铁牛 我现在正在前往瑟达的路上 现在海拔在4000米以上 我在路边发现一种花开得特别漂亮 有点像郁金花,实际上倒不是 听说如果能够看到它开发的样子是非常幸运的 为什么?它一生中只开一次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花长得是什么样子 朋友们,你们见过这种花吗? 看一下 这种花有见过吗? 这旁边都有 还有这个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花? 非常的漂亮 对吧 上面还有个蜜蜂 这种花,你们知道叫什么花吗? 这种夏天好,来,吃点回来 花 真开心的 好吧,去那里吧 那里有花朵 去那地方玩一玩 应该十六在掉了石头 应该十六在掉了石头 花上来,芒果 这地方是什么? 这地方真美 这地方真美 跑了一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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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石榴 石榴回来 回来石榴 花 花回来 回来 不要去追猫牛 芒果回来 石榴不要去 花回来 回来宝宝 回来 不要去追猫牛 快 花 过来 好狗 对 芒果 不要追猫牛 你看身上狗的多脏 花 你看 热死了 你看还有芒果 芒果 就玩水了 玩一生的泥巴 你看 还在水里趴着 你看你 在水里面趴着 花 你看你在水里趴着 你看到这花 你喜欢这花 看这个家伙 你看 你看他 你喜欢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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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不要跑 不要追猫牛了 知道吗 要去哪里了 你看 他们能够去了河边 去喝水去了 真厉害 他们两个 关系太好了 石榴回来 石榴花 花 花 回来 回来 石榴回来 过来快点宝宝 来石榴回来 石榴 抓你 这里 这里过来 好久 真棒 对 真棒 石榴要掉这个石榴了 走 好 你看 哎 芒果啊 你身上搞这么脏 我没地方给你洗啊 走 上 走 走吧 走走走 上车上车上车 花你回来 又又去了你完了 快点回来 走 上车上车 朋友们看一下咱们这个自由炮的房车的动力如何哈 我现在呢 踩这个上坡这里 那 怎么踩上不去 你看 我现在动了一下子 你看 踩到底了哈 这是踩到底的 踩到底的 踩到底的 那 踩到底的 咱们这车终于动了哈 又又上不去了 你看 又又上不去了 在这里 没动力了 你看 踩到底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房车 我是踩到底了 踩到底了 咱们这车终于动了哈 制度档完全上不去 就卡到那里了 我把它 挂到这个手动档啊 现在才有动力上去 我现在手动档是挂一档的 这个长城炮的这个房车啊 到这个高海拔 4000多米以上的话 制度档呢 完全是动不了 刚刚我给大家拍了一下啊 我们不是说拿黑这个厂家这个车 这是四尺存在的这个东西 知道吧 现在挂到手动档没问题 挂到一档上档没问题 这个路也是非常奇葩的路 全是这种 像搓一板的路啊 它实际上是好路 你看都是很有规则的 把它破坏掉了 看到没 这个 等一下我们要翻那个崖口啊 还是很高的 看到没有 你看58 国道竟然都是这种路 我感觉它很有规则的 把这路面破坏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车不可能压成这样子啊 现在我们海拔越来越高了 咱们终于上来了 海拔四千四百四十八米 得着着山崖口 这里全都是这种烂路 现在是下坡了 这些牛好幸福啊你看 全部在这里吃草 当木钩 这就是莫名的生活 来 给你糖果吃 哇 你这个手 你叫什么呀 叫什么名字 你会不会说普通话 只笑的 不会说的 你看这门牛羊啊 好幸福啊 那个小朋友 不会说汉语啊 你看 这是现代牧民的生活啊 牛哥你别挡到我路了 我也叫牛哥 走开啊 对 咱们终于下山来了 这个路也是太烂了 朋友们 过了这个桥 咱们就到了四川了 联龙乡 这个车的小猫 给你诱饭了啊 看一下 防御盘打不正的 偏的 我现在在测试啊 在这个封闭路段 你看 出现一个什么故障碼 自动注册功能受限 看到没 看到没 那这是鼻直的 鼻直的路 这样的话呢 它是斜的 就是刚刚才那个 颠簸路段 颠了几下子 它就成了这样子了 那个故障碼 一直在出现 自动注册功能 自动注册功能受限 你说怎么办 朋友们 我现在终于到了四川的射达 咱们是从青海开过来的 很不幸的是 咱们在青海那个 4500米的那个海拔咬口的时候 车出现了一个故障碼 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现在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吧 大家看一下啊 我车还没有熄火 这个前方的轮胎是回正的 但是呢 这个方腰盘 方腰盘是歪的 是斜的 它不是正的 然后 你看 这个方腰盘不是正的 它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故障碼 就是侧华的 这个黄色的 应该是 故障碼 我之前没有看到 现在看到了 还更严重的是 前面出现了一个 一个什么呢 你看 自动 受走 再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方法打开 这样看好看一点 再搬过来吧 自动注册功能受限啊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一个故障碼 我怎么调也调不好它啊 你看 一直在报警 朋友们我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我开这个 长城自由炮的房车啊 开了大半年的 基本上大的问题没有 但是 这次 在巴马线到这个摄打线 那个高海拔的时候呢 那个海拔大概有4000到4500 在那里呢 我的车呢 就开不上来啊 挂低档的时候 车呢 怎么开 开不上去的啊 车再往后倒退 非常危险 然后我把车呢 挂到这个手动的M1档的时候呢 车呢 就有动力了 就往前走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发现我的方向盘 一直是偏的啊 偏的很厉害 这个方向盘呢 买车到现在啊 提车到现在 曾经出现个一次 在设置店里面调整的 那时候开了不到一万公里 那么这次呢 不光是方向盘偏的 那个自动驻车功能啊 它出现了一个报警 那个黄色灯 那个A的黄色灯 是没办法使用的 我猜路上试了很多次 都没办法解决啊 你说老不老虎 还有那个黄色灯的 那个故障码也出现了 说心里话 这辆车啊 落地价钱啊 上排40多万 没想到让我 出现了这个小毛病啊 大家说说啊 这个正不正常 幸好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四川 我想呢 到了成都 或者在附近 找到设置店去 再去检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在这里感谢所有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